我們再過去賭場方向 這個賭場名字叫Fozville 見到有一架旅遊巴士 對於我們多倫多的華人都應該不會陌生 泰安旅遊 通常這架巴士會是接載多倫多的市民來到賭場的 我們都很久沒坐過 之前坐過是5元一程 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是一樣呢 我們過去看一下 走過來原來不止一架泰安巴士 好幾個 入到賭場 首先見到的一個很大的food court 我們之前來的時候都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說除了上去吃步飛之外 都有其他的選擇 說現場人流都見到有幾多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走一個圈 雖然是Food Court 但這間Italian Italy都頗漂亮 好像餐廳一樣 這裏是另外一間餐廳Paramond 裏面人樓都不少 我還要等位置 獲得再撐一招 雞肉 中間的擺設應該無辨 和我上次來一樣 但周邊好像多了很多商店 我們現在走回到賭場的正式入口處 面前看到很多靈模的房車 從另一個角度看正門入口處 通常我們走過來都是從這裏入口處 走向這裏的商店 想不到來到賭場還可以喝珍珠奶茶 又或者是吃泡谷也可以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Pepper Palace 顧名思義 我看到也很辣 賣辣椒汁的 有不同程度的辣度 看到那些包裝就很漂亮 除了餐廳可以買到食物之外 我們走這條街都看到有一間店 是賣Ginato 還可以有堂食 還有幾張桌子 由於賭場不能夠拍攝的關係 所以我就站在這裏給大家看一點點 沒有人的 有些各自老夫機 進來這間餐廳 通常我們都會來吃報票 在門口就已經問了工作人員 今天有沒有報票 又或者現在這段時間有沒有 他就告訴我沒有 只是進來可以選擇食物 即是可以dine in 可以室內堂吃 進來之後也問了管理員 管理員很好 可以讓我們在這裏拍一些硬照 但至於他們準備食物的地方就不好了 因為也不想這些廚師上鏡 我們明白他們都尊重 不過已經很感謝經理給我們在這裏拍 為大家報道一下 正如剛才所說 暫時就不會有任何的報票 朋友們或者是市民們 可以來這裏吃東西 是點餐 那就要follow一些的requirements 一會兒我們都會打出在短片那裏 還有就是原來Tasino 在今年的2月頭就先重開 至於他們報票何時會再開 暫時都沒有任何ideas 經理就告訴我們 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都有點困難 亦都告訴大家網友們 如果暫時想來吃部票 都是忍耐一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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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讓我們發現到熟悉的字體 中文字 金蓮軒 Golden Lotus 是一間中餐的餐館 門口看上去都挺漂亮 我看到有些菜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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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